上回说到王一堂在驻地发现炸弹 幸亏没有伤到人 王一堂回想自己来上海时 路过南京 曾经被江苏都军李纯当面调侃 这次被人放炸弹一定是李纯主使 于是他也不做调查 便写信给李纯 责备他想谋害自己 但李纯跟这事本来毫无关系 读了王一堂的信大怒 于是亲笔写了回信说 公以小人之父夺君子之心 仆即有恨于公 何至下校无赖之暗杀行为 况并无所憾于公乎 王一堂读过回信以后还是不信 每当与朋友谈及此事的时候 还是说李纯不怀好意 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就很紧张了 上一次朱起前 作为北方总代表南下议和 李纯是极力帮忙的 可惜没有成果 这次王一堂代任 他跟李纯派系不同 而且李纯对王一堂的人品 也不太满意 所以干脆袖手旁观 王一堂孤立无援 南方又不肯跟他谈 只好混一天算一天 当时在上海 有一个叫哈同的犹太人 非常有钱 建了个大花园 作为自己消遣的地方 王一堂在上海无事可做 便去接纳哈同 整天在哈同花园里吃喝玩乐 流连忘返 这南北一合 为什么这么难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西南各省内部也分派系 滇 月 贵 三派组成军政府 表面上结成同盟 暗地里却互相猜忌 陈春轩是贵系 资格最老 陆荣庭也是贵系中的人 跟陈春轩是一派 江苏都军李纯 屡次写信给陈春轩 敦促合议 徐总统也暗中托人说和 陈春轩陆荣庭 很想取消自主 拥戴北方 但是月派的首领 是国民党中间 不愿意奉徐世昌 为中国总统 而且徐树珍从中挑拨离间 让月派排挤 陈春轩陆荣庭 免得直系联络西南各省 壮大势力 于是西南各派 被直完两派分头运动 也各自存了私心 在西南各省内部 就起了纷争 铸越滇军第六军军长 李根元 被云南都军唐继尧 任命为建设会议代表 免除了他的军长职务 所有铸越滇军 由云南都军直接管辖 当时的广东都军是莫容新 反对唐继尧的做法 殿令滇军各师旅团长 任归李根元指挥 于是滇军的军官 一部分服从云南都军的命令 一部分服从广东都军的命令 双方互相冲突 酿成战祸 连日在韶州 史兴 英德 四汇等处开战 唐继尧接到电报 不由的愤怒起来 认为铸越滇军 当然应该归云南都军管辖 莫容新怎么能干涉呢 当即通电 西南海陆军将领说 刘越滇军问题 滇军物持甚重 自据报莫容新派兵四出 公然开信 目无滇军 甘为荣守 继尧不能做事 两师滇军 受人侵夺 攫取必要手段 特行通电声讨 然后派他弟弟唐继瑜 为袁岳总司令 率兵三师 由云南出发 而陆荣亭则从广西出师 驻扎龙州 声援莫容新 后来经军政府总裁 陈春轩等人出面调停 双方这才停战 但经过这一番折腾 滇军两派已经决裂了 广东军政府中 分歧也越来越大 政务总裁 海军总长林宝毅 提出辞职 政务总裁 外交兼财务总长 武厅芳 也离开广东去了香港 随后又去了上海 在广东的旧国会 参议院议长林森 众议院议长吴景连 副议长楚府成 与一部分议员 也先后离开广东 还通电攻击 政务总裁曾春轩 说他暗地勾结北方 有备护法宗旨 因此与他脱离关系 另选地点开会 另外有一部分议员 仍然留在广州 照常办事 并重新选举主席 代行议长职权 军政府总裁 陈春轩 于是免去外交 财政总长 武厅芳职务 改任陈锦涛为财政部长 温宗瑶为外交部长 并且因为武厅芳 在离开广东时 带走了西南 所收的关税余款 没有交接 军政府又派人到香港 上海的法庭提出起诉 同时通知留在广东的议员 补选政务总裁 熊克武 温宗瑶 刘显士三人当选 武厅芳到了上海以后 与孙文 唐绍仪会上 主张令设军政府 抛开沈春轩 陆荣廷等人 孙唐也都赞成 在致电唐继尧 问他的意思 唐继尧因为已经跟 广州军政府闹翻 当即表示赞同 武厅芳便和孙文 唐绍仪 唐继尧 联名通电 说 自政务总裁 不足法定人数 而广州无政府 自参众两院 同时塌喜 而广州无国会 虽其残余之众 滥用名义 呼啸愁虑 然岂能掩尽天下耳目 即使 及其诈述与暴力所致 以忠不出于梁广 而梁广人民之心理 初不因此而淹没 旷云南 贵州 四川 故随晋国联军总司令 为禁止 闽南 湘南 湘西 鄂西 陕西 各处护法区域 以守邑而勿于 以礼以示 皆明白若此 故知护法团体 绝不因一二人之构乱 而焕散也 凯自政务会议成立以来 图因地点再广 遂为一二人所把持 论兵则为之拥兵自顾 论和则为之 壤利分飞 以秘密 记其私 以专横 逞其欲 护法宗旨 久已为所牺牲 由且假护法之名 行害民之时 烟苗遍地 独管满街 损人民之高穴 以保骄兵 汉将之愿 军行所致 淫略焚沙 香里为虚 非为国法所不容 值人类所不止 文等如与同列 委屈周旋 既得一当 而终于忍无可忍 负岂得已 唯既受国民托付之重 自当同心努力 扫除危难 贯彻主张 前已决议 遗涉君府 邵仪 当受任义和总代表之时 以人心艳乱 外患孔音 为永久和平纪 对北方提出 合议八条 由已宣布密约 及声明军事协定 自使无效为要 今继续任务 似北方答复 向度进行 庭方 兼长外交财政 去月之际 所欲关款 妥为管理 以充正当用途 其未收者 亦当妥为交涉 文 季瑶 畅帅将士 共计艰难 苟有利于国家 唯利逝世 仅共同宣言 自今以后 西南护法各省区 仍属军政府之 共同组织 对于北方继续言和 仍以上海为议和地点 由议和总代表 准备开议 广州现在假托 民意之机关 已自外于军政府 其一切命令之行动 急于北方 私行接洽 并抵押借款 概述无效 所有西南言语 及关于各款 均应交于本军政府 仪设未完备之前 一切事宜 委托议和总代表 分别接洽办理 西北方 接受此宣言以后 了然于西南所在 更续合议 数据国难米平 大局早日解决 不声厚望 唯我国人 及友邦 共建之 通电发出以后 就由唐绍仪 另外写了一封信 并附上宣言 送达北方总代表 王一堂 王一堂正因为 南方代表不跟他谈 闲得发慌 忽然收到唐绍仪 正式攻函 喜出望外 急忙赴函道谢 哪知广东军政府 因为孙文 唐绍仪 武庭芳 唐继尧 四人发表宣言 也愤愤不平 当即召开政务会议 免去议和总代表 唐绍仪职务 改派温宗尧继任 并电制北京 声明 武庭芳等人的 所有宣言为无效 北京政府接到此店 又支召王一堂 令他暂停合议 王一堂正兴高采烈 想与唐绍仪言和 不料又遭此打击 郁闷极了 然而南北纷争 连年不解 海内人民 哪一个不忘合议早晨 可以安闲度日 偏偏局势越弄越坏 越来越离奇 起初只有南北冲突 渐渐的北方分出两大派 一个直系 一个晚系 明正暗斗 接着南方也分出两大派 滴安月系为一党 贵系为一党 也跟北方局面差不多 斗得你死我活 这是何苦呢 还有四川境内 自从周道刚 做了都军以后 被师长刘存厚逼迫 愤然去职 将位置让给了刘存厚 刘存厚继任 又被师长熊克武等人攻击 退到绵州 成都由熊克武主持 熊克武当选 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以后 有意与陈春宣 陆荣亭联合 反对云南唐继尧 滇军师长顾品珍 跟熊克武结交 与唐继尧脱离关系 于是穿颠相争 颠军内部又自相争斗 各种纠纷层出不穷 只是苦了各省的小百姓 流离失所 大军阀闹得越欢 小百姓日子越苦 国内和谈陷入僵局 再说说国外 俄国的劳农政府 自从迁都到莫斯科以后 势力越来越大 把俄国境内收服了一大半 外交委员卡拉罕派人到中国外交部 送交通牒 要求正式恢复邦交 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 在中国满洲及其他地方侵略手段 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 并将中东铁路矿产临业权力 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 克伦斯基政府 霍尔瓦特 谢米诺夫 俄国军人 律师 资本家等 所取得的各种特权 还有俄商在中国所设一切工厂 俄国官吏 牧师 委员等 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特权 都一律放弃返还中国 而且不需要赔偿 还提出放弃庚子赔款 只是要求中国 不要把这笔钱提供给 前俄帝国住京公使 挤住各地领事 外交部接到通牒 乘入总统府及国务院 徐总统 晋总理两人 召集国务员 开会商议 大家认为 以前失去的权力 得以返还 这是绝对的大好事 但是协约国 对俄国新政府的态度还不一致 俄国的劳农政府 也未得到各国公认 中国跟协约国是同盟关系 不好与德国单独订阅 于是只好先将这个通牒收下 暂时不做答复 另外派出特派员与俄国使节 一同到莫斯科 打探劳农政府的虚实 同时呢 又派人探听协约国对俄国的态度 再行定义 之后政府得知 协约各国派代表到了丹麦 与劳农政府的代表开会 于是便也派驻丹麦代办公使 曹云祥为代表参与交涉 曹云祥向中央请示具体办法 政府便电告曹云祥 让他将政府的意见 转告俄国劳农政府的代表 说 中华民国对于俄国劳农政府前日倡议 将各种权利及租界地归还中国 以为承认莫斯科新政府之报酬 此种后裔使感激异常 为中国为协约国之一 所处地位 不能对俄为单独行动 如将来协约国能与俄恢复贸易与邦交 则中国政府对于俄政府此种之提议 自当遵从 希望劳农政府善提此意 并希望即通令西伯利亚 及沿海各省之官吏及委员 误虐待中国人民及没收其财产 并令伊犁海参崴之劳农政府官吏 对于前日所没收中国商人之粮食及货物 以赠继西伯利亚之机民 一律予以公平之赔偿 以增进中俄国民之友谊 是所制判 过了十几天 接到曹云祥赴电 说已与劳农政府代表接洽 该代表同意斟酌办理 政府也很欣慰 这消息传到上海 全国各界联合会等都喜悦异常 从前俄国雄聚北方 一直是中国的大患 从中国夺取的利益数不胜数 这次俄国劳农政府尽肯一律返还 这真是个大好机会 当即电达政府请求迅速解决中俄问题 收回此前已失权力 积不可施 千万不要拖延 徐总统还在迟疑 将来电暂时搁置 随后海参崴高等委员李家敖报称 尾部俄国代表威林斯基 不承认有俄国通牒送达中国 恐其中有欺诈等情 政府接到报告又不禁一律从生 诸多粘固 可是上海各界联合会 怀疑政府无端言当 错过大好时机 免不得大声指责 写了文章登报 说政府靠不住 不得不自行交涉 风声传到北京 政府怕再激起风潮 急忙通电各省 下令查禁 电文说 查前次劳农政府通牒 虽有归还一切权力之宣言 为选具高等委员李家敖电称 选具该政府代表威林斯基 此事恐有人以欺骗手段 失诸中国 危险陌慎 即使俄国人民 却与中国有特别感情 然必须将来承认统一政府时 各派代表修改条约 方为正当 想中国政府亦必灼量出之 物为所欲等于 是前通牒国否可评 上述问题 现在赎假考察 如果该政府实能代表全权 却有前项主张 在我自闭迎击商榷 既挽国权 该全国各界联合会等 不审内容 率而表决承受 并有种种阴谋实属谬望 除以电池杨交涉员 立于法领交涉 物领从速解散 并通行查禁外 西极赤鼠严密侦查 认真防范 欲有此类文件 并应注意扣留 已度乱源 特此通告 电文中提到的杨交涉史 是指杨胜 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办公地点 在上海法族界内 所以政府派上海交涉史杨胜 去跟法国领事交涉 要求解散全国各界联合会 这份电报说 要等确认俄国的劳农政府 能够代表俄国之后 再谈收回权力的问题 但西伯利亚所驻的中国军队 已经开始陆续撤回了 并向日本声明 从前中日军事协定 本未防范德国起舰 并非防范俄国 现在欧战结束 德国威胁解除 已经没必要再驻军了 对于俄日冲突事件 中国军队没有跟日军 共同行动的义务 所以撤回 日本人倒也不反对 只管专心对付俄国人 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涉 比如对匈牙利的合约 对保加利亚的合约 对土耳其的合约 中国既觉得无足轻重 又不能自作主张 于是就按照协约国的方针 共同签字了 又因为战事已经终结 各国之间多半增设使馆 外交部也承请增设 墨西哥 古巴 瑞典 挪威 玻利维亚五国使馆 以便联络 经徐总统晋总理两人议定 特派专使驻扎墨西哥 并监驻古巴 瑞典 挪威也各派专使分驻 在玻利维亚则只派出一等秘书兼任代办 这些事情倒还无关紧要 政府最头疼的是财政问题 支出越来越大 收入却越来越少 日常费用都不得不向外人借贷 英 美 法 日 建中国屡次借款 便组织了新的对华银行团 来监督中国财政 中国政府也顾不了那么多 只要他们肯借款 维持一天算一天 偏偏这时候在湖南又闹出一场战乱 导致国内再度干戈四起 湖南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下回再讲 下回再讲